2023年11月28日,Burkshire Hathaway 波克夏公司的副主席,蒙格Charlie Minor 于当天早晨,在加州的一家医院安详离世了 享年99岁,距离他100岁生日,只有一个月的时间 蒙格的一生,极具传奇色彩 他经历了多次经济衰退 参加了战争,经历了很多痛苦 但是,他从未屈服过 最终,他成为了商业战场上最具标志性的人物之一 他曾说,幸运的是,我在很小的时候,就意识到 想得到你想要的某样东西,最可靠的办法就是 让你自己配得上它 巴菲特在声明中表示 没有蒙格的灵感、智慧与参与 播客下不可能达到今天的地位 蒙格1924年出生于美国 1948年毕业于哈佛大学法学院 随后,进入了加州法院当一名律师 经历一次成功买断之后 蒙格渐渐意识到 收购高品质企业能够获得巨大的利润空间 从此开始涉足房地产投资 并在一个名为自治社区工程的专案中 赚到了人生的第一个百万美金 1978年起 蒙格担任 播客下公司的副主席与股神巴菲特联手创造了 有史以来最优秀的投资记录 蒙格和巴菲特作为投资领域的黄金搭档 和生活中最好的朋友 巴菲特多次在公开场合中表示 蒙格对他投资上的启发 他称蒙格把我推向了另一个方向 而不像我的老师格雷沃姆那样 只建议我购买便宜货 这是他思想的力量 他拓展了我的视野 我以非同寻常的速度 从星星进化到人类 否则我会贫穷得多 在过去的40年里 蒙格和巴菲特联手创造了 有史以来极其优秀的投资记录 波克夏公司的股价从19美元 升至了84487美元 创造了投资神话 福布斯数据显示 截至2023年11月28日 蒙格的身价为26亿美元 终身受用 你一定要知道的蒙格十句话 第一 我这辈子遇到的聪明人 没有不每天阅读的 没有 一个都没有 第二 你想得到某样东西 最好的办法是让自己配得上它 第三 不要与一头猪摔跤 这样你会全身弄脏 对方却乐此不疲 第四 大多数人都太急躁 担心太多 成功需要很冷静和耐心 机会来临时 也要有足够的进取心 第五 最重要的 不是你摸到什么牌 而是你能不能把手里的牌打好 第六 多谈谈你的失败历程 少吹取你的成功经历 这样对你好 第七 什么是往简单处想 往认真处行 第八 要赚大钱 不是买或卖 而是等待 第九 聪明人也不能免于 过度自信带来的灾难 他们认为自己 有更强的能力 和更好的方法 所以往往在更艰难的道路上 疲于奔命 第十 很多智商高的人 是不好的投资者 因为他们的性格有缺陷 我认为 好的性格比大脑更重要 你必须严格控制 那些非理性的情绪 需要冷静 自律 也不能被狂喜昏了头脑 巴菲特提到蒙格 我们从未吵过架 他让我成为更好的人 让我不想 让这个朋友失望 愿这位给世人 无精启发的智者 在天堂安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